大家好 我是Richard Timo拼多多的一个海外版 现在非常的火爆 很多人觉得他想做一个亚马逊的生意 但是他非常担心Timo已经摧毁了亚马逊的生意 已经不能做了 所有的流量都跑到Timo上去了 那究竟是不是呢 我看全网没有人详细的展现各种的数据 把这些问题直接讲清楚 那今天这个视频我就想把它讲清楚 那Timo在2022年9月的时候创建 它是拼多多的一个海外版 然后在2023年 它是全球的最多下载的一个APP 然后它的一个下载量达到1亿3000万的次数全年 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 我觉得为什么我理解你是一个亚马逊的卖家 或者说你想做亚马逊的生意 你为什么会担心Timo把亚马逊的流量抢走了 然后接下来可能亚马逊做不了了 先来简单的对比一下 Timo和亚马逊两个平台各自的一些数据 首先是亚马逊2023年 它的付费会员 那些付每年的年费 100美金的年费去购物 付费去购物的会员 有全球1亿6700万的会员 然后Timo上在2023年达到了1亿人群以上的顾客群体 同时Timo在2024年 它的目标是达到600亿美金的销售额 亚马逊在上年已经达到了6000亿美金的销售额 这是基本的一个数据 我们来讲一下Timo的生意模型是怎么样 为什么这个生意能够做成能够有效 因为它是它牺牲了它的时间 Timo它是直接从中国发货 它不是从美国发货 它从中国顾客下订单之后 在Timo上下订单了 从中国一件一件的发货 它可能需要10天以上的时间 顾客才能拿到货 亚马逊它可能亚马逊FBA 你在一两天 顾客在一两天的时间内就能拿到货 但为什么顾客还是愿意去Timo上 等那么久的时间去拿到货呢 因为它的价格便宜非常多 比如说它这个产品 在亚马逊上卖43美金 你在Timo上10美金就可以买到 功能是差不多的 可能是没有品牌 它差不多的功能 它就便宜30美金 所以说顾客为了这便宜的那么多钱 他愿意多等一个星期 多等两个星期去在Timo上去购物 那Timo如何在短短的成立 2022年成立两年时间内发展的那么快 发展的那么壮大 其实他就是用了拼多多的手段 拼多多当时跟淘宝竞争的手段 当时直接通过工厂 直接和顾客相联系 中间人就省掉了 这样子就把价格压到最低 同时通过一些拼多多的一些宣传手段 在20 拼多多这个公司是在2015年成立 然后到现在也是发展到非常大 他现在拼多多的市值 在国内的市值也已经达到了 1940亿美元的一个市值 那亚马逊FBA的生意模式是怎样的 可能很多人熟悉我频道的都已经知道 或者说开始做亚马逊FBA生意的都已经知道 但是我要在这边快速的解释一下 亚马逊FBA生意也是我一直在做的生意模式 我从2017年开始做到现在已经有7年的时间 我在自己做的同时也辅导了大量的学生 超过1000个学生以上 教他们如何做亚马逊FBA的模式 FBA的模式就是你在国内工厂 通过1688通过工厂 订一批货订几百个货 订了货之后 你在亚马逊上创建你的卖家账号 创建你产品的链接 文案照片全部写好之后 发货 这一批货全部发到美国的 美国或者欧洲的亚马逊仓库 海外仓库 发到那边仓库之后 顾客下订单之后 亚马逊就能最快从美国本土发货给顾客 顾客会在一到两天的时间内就收到这个货 然后亚马逊会收取你一定的配送打包费 发给顾客的费用 然后同时收取产品的15%的中介费 但是顾客能以最快的速度拿到这个产品 那所有的这些流程都可以通过一台电脑 就可以操纵 你甚至有时候不用看到产品 你本身都不用看到产品 也可以操作这个生意模式 那Teeam这个平台相对于我们熟悉的亚马逊 FBA生意的模式 它有什么优势呢 它的优势就是第一点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便宜 它相当便宜 它有通过好几个途径 让它非常便宜 首先它的关税付的少 它一件一件发产品的话 它通过美国的关税是付的非常少的 美国那边有个规定 800美金以下的产品 它的关税 30%的关税就没有了 但相对于Teeam这样一件一件发 大部分99%的产品都小于800美金的 你这个关税就没有了 而我们亚马逊FBA的产品的话 我们都是几百个几千个货一起发 所以说我们这边要多付关税 其次它是直接联系工厂 工厂那边直接发货 那这样子的话 它的价格又能压到最低 其次Teeam这个平台 第二个优势就是Teeam这个平台 它是有跟拼多多学的一样的营销方式 让别人互动 让别人砍一刀 发到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发到自己的 以前我们发到微信上 但现在他们发到Instagram账号上 发到TikTok上 然后各种让亲戚朋友参与这个Teeam 了解Teeam 帮他们砍一刀 帮他们打价格 帮他们拿优惠券 这样子 同时他们在Teeam这个APP上 还能玩更多的游戏 来赢得这些优惠券 赢得这些打折券 然后让他们更多的时间 待在这个平台上 待在这个平台上 他们就会自然而然花更多的钱 讲完Teeam平台的优势 那亚马逊相对于Teeam来说 它有什么优势 亚马逊FBA有什么优势 首先亚马逊还是一个最大全球的电商平台 那50%的据调查 50%的用户 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的 电商在网上购物的 50%还是首先会选择亚马逊 然后亚马逊的客户群体非常的多 亚马逊的客户群体有3亿 全球3亿的客户群体 然后它的配送非常的快速 在亚马逊FBA的模式的话 一两天的时间内 它在亚马逊本土发货 一两天的时间内就能拿到自己的产品 它的选择产品选择也远远比Teeam更加的丰富 Teeam的话它只能和一些工厂合作 然后它的产品选择没有那么丰富 亚马逊的话 它的产品选择产品种类更加的多 其次亚马逊上的产品都是有品牌的 有包装的 有经过改进的 有差异化的 更加质量更加好的产品 而Teeam上一般情况下 都是卖的比较圆形的 基础的 是没有品牌的 这些最最最基础的 没有差异化的 没有改进的这些产品 然后就是更多的顾客 还是相信亚马逊这个平台 就好像亚马逊目前还是一个 电商老大的一个位置 然后它的销售额也比Teeam 目前的销售额多100倍 每年的销售额 然后亚马逊也在花更多的钱 为它的平台打一个广告 上一年就花了200亿美金 来吸引更多的顾客 到亚马逊的平台上进行消费 那这些顾客 如果你做亚马逊FBA这个模式的话 就是你的顾客 亚马逊花了那么多钱 帮吸引你的顾客 只要搜索你的关键词 就能看到你的产品 下单你的产品 Teeam这个平台 当然也在持续的发展 但它发展中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首先它的问题就是 有几个问题 Teeam上它有很多盗取的图片 它振动很多盗取图片 很多来自它的竞争对手Shen 他在Shen上 Teeam上的卖家 在Shen上盗取了非常多的图片 偷他们的图片来直接使用 然后被Shen整体告了 这是他目前在处理的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Teeam 是它的母公司是拼多多 它是一个中国的公司 目前它越发展越大的话 可能会像之前TikTok 海外版的抖音 被美国政府禁掉一样 它要禁TikTok 就有可能之后会禁Teeam 如果它越来越发展越大 同时亚马逊 它在做它的翻版的Teeam的一个模型 所以说未来禁不禁Teeam 还不知道 你做这个生意的话 你做Teeam这个平台的话 你的风险会很大 可能会被禁掉 然后就是Teeam上 它的 因为它是非常原始的产品 原始的 不会没有品牌 没有改进 没有质量 也没有很好 因为它主打一个便宜 所以说它在上面的 投诉非常的多 它在美国的网站上 Teeam这个网站的评分 总共才2.5颗星 5颗星的标准下2.5颗星 它上一年 它就有1600条的一个投诉 关于它产品 拿到这个产品是破损的 拿到这个产品是 各个部件不工作的 破损的 质量不好的 因为它便宜 对吧 但是还有非常大的一个投诉 所以说总结了以上全部的 亚马逊FBA的优势 Teeam的优势 目前Teeam的问题 亚马逊的问题 发展的一个情况 各个数据的一个比较 那亚马逊FBA这个生意模式 还是不是能做 这个流量 亚马逊的流量 是不是全部被Teeam拿走了呢 那回到这个视频的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那问题就是 当然没有 我在这边举几个原因 为什么没有 总结一下 有四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就是非常简单的 你在亚马逊FBA上 亚马逊上买东西 顾客能在一两天的时间内 就收到这个产品 究竟有多少顾客 愿意花更少的钱 但是他要等一两个星期 才收到这个产品 其实这个生意模式 并不陌生 在以前做FBA 做自发货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 所以说这是一部分的顾客 不会说全部顾客 都会等更长的时间 这是亚马逊的一个优势 第二个原因 就是亚马逊上 更多的是有品牌的 质量好的 有改进的 有种产品 他的选择更加丰富 然后TIMU上更多的是 比较圆形的基础的产品 他没有品牌 没有任何改进 然后他的质量更加不好 这是亚马逊上质量 更加的有保证 然后第三个 就是TIMU是一个中国的公司 他可能会被美国的政府禁掉 什么时候禁掉 你也不好说 同时他还有就是他的 为什么TIMU上的价格 能更加便宜 因为他付的关税比较低 什么时候 美国政府看到 TIMU利用这个漏洞 他一件一件发货 他的关税付的比较低 他把这个漏洞补上 那TIMU的价格 就必须往上升 然后第四个原因 就是亚马逊目前 已经针对TIMU这个策略 他的一个卖货策略 亚马逊有一样的 跟TIMU相同模型的一个模块 现在在亚马逊折扣专区 也是直接从中国发货 一件一件发货 价格会降到非常低 也是没有品牌 也是TIMU一样的模型 亚马逊已经在打击TIMU 那这样子说的话 很多人说 那亚马逊也在发展这种 TIMU模型类型的专区 那是不是FBA就不能做了 当然不是 亚马逊花了那么多的钱 那么多的精力 在全美全欧洲 建立了那么多的仓库 亚马逊FBA的仓库 难道他接下来就不用了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总结 亚马逊FBA是一直可以做的 TIMU不会抢走所有的流量 你们不用担心 那你唯一要担心的就是 要把自己和TIMU那些卖家 区分开来 你要做一个品牌化的 质量化的 有改进的 有差异的 有需求的产品 那这样子的话 你永远FBA这个模型都可以用的 今天这个视频帮大家总结了两个平台 TIMU和亚马逊的各自的优势劣势发展趋势 然后亚马逊FBA这个生意模型 还能不能做 你要再怀疑亚马逊的流量 是不是被TIMU抢走了 给大家分析清楚了 OK 那我在全网上没有看到其他的详细去分析 这两个平台的一个视频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 帮我喜欢这个视频 关注这个频道 接下来就是更多的亚马逊FBA跨离电商的内容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